Hello 大家好 我是吉吉 平時化妝品和護膚品我介紹得多 但其實要成為一個精緻女生 除了臉之外 頭髮和身體的護理 都是很重要的 今次我想跟大家公開一些 我私藏覺得很好用的 Body和Hair Care產品給大家 是由小之女必備 去到貴婦級的品牌都會有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了 首先我會由Body Care開始講起 第一樣就是Grel的沐浴露 沐浴露來說 我比較喜歡的不是很香 很簡單 溫和一點 不是很刺激的沐浴露 這一款就很適合我 因為它是沒有加入色素和香料 甚至是敏感肌也可以用到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沐浴露呢? 用完後不知為什麼 你一搓的時候 它是很絕 然後它是好像吸住你的手 我很擔心用到那個質感 但是這個就不會 它就真的是一個很單純 很簡單的沐浴露 你用完會覺得洗得乾淨了之餘 也會有一些保濕的感覺 它擠出來其實就是一個透明的質感 很水的 它的泡沫擠起來也不會說是很豐厚 真的可以吹波波的泡 我覺得它的保濕度也挺不錯的 有時候可能我的腳也會有些乾 會有些皮皮 但是我用了它一陣子 就算那時候沒有塗Body Cream 那些皮皮也會少了 之前我去買它的時候 也是在店舖的職員介紹我 它就說它自己有濕層的 用完它也覺得很舒服 會舒緩了 所以如果大家也喜歡一些比較簡單 沒有香料 沒有色素的 沒有露露的話就可以試一下這個 第二樣就是Lush的Body Conditioner 大家沒有聽錯是不是很奇怪 什麼叫Body Conditioner 為什麼身體也會有Conditioner 但是我覺得這個發明 對於我這些懶人來說 是一個因物 我一用就愛上它了 它跟護髮素的用法一模一樣 你也是 洗完澡之後 你就可以塗Body Conditioner 等它兩三分鐘 再沖走它 就可以了 我第一次用它的時候 我沖走的時候 覺得死了 好像中伏 為什麼好像不太洗得走 還有一點滑滑的感覺 但其實它過了幾分鐘之後 它就會高速吸收 好像那些營養 都吸了在身體裡面 因為我經常乾到死 我也不想塗Body Cream 我覺得很麻煩 又有點黏黏的 這個Body Conditioner 就可以幫你代替了 塗Body Cream的步驟 但是這個Tingle的味道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因為它是加入了薄荷露 和胡椒薄荷精油 所以它聞上去 是有點牙膏的感覺 如果你是喜歡 洗完會有些涼涼的 很薄荷的感覺 你應該會喜歡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 一些花香 比較少女 甜一點的味道 我建議你們可以選擇其他味 下一樣就到 Sabon的磨砂膏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很多人用完都是推介的 這個磨砂分了兩層 一層是精油 下面那層是死海鹽 那你用它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筆筆 然後拌勻它 全身用4-5殼就可以了 我一開始買到回來 黃明磨砂 當然想死命地搓 但是如果你搓得很大力 真的會痛 而且有點膩 但是其實你不用很大力地搓 你慢慢按摩它 加上水和油 它的鹽就會慢慢溶化 當你沖完的時候 重點就來了 你的身體就會變得很滑 是真的滑手的滑 會覺得軟了很多很柔軟 而且用久了 我覺得身體會不會太暗沉 有光澤感了 而且背部、胸、胸口的粒粒 都會生少了 所以我覺得夏天 大家不妨可以做多些身體磨砂 夏天要穿短衣、短褲 露出你的手腳也可以更漂亮 接著就到Deptic的Body and Hair Oil 我覺得這個產品絕對是 可以令你生活的幸福感和精緻感 提高的產品 不知道為什麼Deptic的產品 通常都會做到這個效果 可能因為它的包裝和香味都很棒 你一用就會覺得 是一個精緻女孩的感覺 它不是屬於任何香水的味 它是一個很淡淡的 很清新、不濁的茉莉花香 有時候我也很怕用油會有油淡淡的感覺 但它是比我想像中更快吸收的 如果你想增加它的接觸面 以及讓它沒有那麼油 保濕度同時又提高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配合一些 沒有味的Body Cream一起用 你就可以折散到用量 同時也會更爽身 我通常沖完涼塗完它 我就會馬上飛進皮豆裡 皮豆就會充滿它那種很棒的花香 你第二天起床還會聞到 而且第二天全天 身上都會有淡淡的香味 就好像你自己本身的體香 都是香香的 下一件就是Esob的 體香綠綠 如果你想倒閉夏天很尷尬的汗 或者你想逆一下散發著 淡淡的芬衣草香味 就要用它了 因為我自己不太喜歡用止汗劑 止汗劑的味道很厲害 一噴其實全世界都知道你用了止汗劑 而且噴得多止汗劑 都會令你腋下更加暗沉 但是夏天會出汗的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體香綠綠就很適合你了 它不是一個止汗劑 它不會幫你抑制出汗 但它可以確保你出汗之餘 那些汗味是不會臭臭的 它是滷得很順的 你就這樣滷在架底 很水的 會有一種涼涼的感覺 然後聞上去 是真的一種很草本 很天然的芬衣草香 而且它那個 除味的效果 都可以耐用到五六個小時 如果你有時怕出去 全日街之後都會有汗味的話 你就可以帶它出去補 但我覺得夏天這枝真的必備 我覺得我這枝買得很好 推介給大家 接著手霜想推介大家 這個L'Occitane的 乳木果手霜 這個手霜我也不知道我用了多久 我從中學已經開始用它 我和我的朋友都很喜歡它的香味 它是像BB 爽身粉那種味 我覺得這個乳木果味 也算是它跟牌子裡面 最香 最滋潤的一款 因為我不是經常用手霜 有時手都會乾到脫皮 但用它一兩次 就已經可以幫我修復 而且保濕的感覺 也挺持久的 它不像水的手霜 可能塗完就覺得 沒有了 就不會的 它的滋潤的感覺 就算是冬天用 也OK 但夏天用 也不會覺得很黏 接著要說的這個產品 我覺得是真的 居家必備 任何時候 任何場合 都可以帶鼻距離旁 如果你要問我 一個植物 想起修復力很強 保濕力很強 我就一定會想起蘆薈 所以 我就要推介大家 去用這個蘆薈 gel 大家可以用任何牌子的蘆薈 gel 我覺得功效都差不多 但這個我很喜歡用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100%的順老匯 但這一支 我就在外國買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其實我已經用了很多很多支 因為實在是太慢能了 基本上 是你全身都可以用到的 有時候 如果你刮傷了 有傷口 你就可以保持著塗它 它很快 就要復原 你會見著它結焦 然後結完焦之後 那些印都會很快去 有時候可能快 面身暗瘡 你截完又可以用它 你敏感又可以用它 有時候我太懶惰 我真的晚上 當它是霜霜的 在臉上都可以 所以大家可以買好一支 來看門口 好了 說完Body Care 就到Hair Care了 我們現在要戴口罩 其實頭髮 都很影響一個人的觀感 你想想一下 我們戴了口罩之後 其實很大部分 都是只看到你的頭髮 所以我們都不能忽略 頭髮的保養 首先 就要跟大家分享 Pantene的3-Minute Miracle 這個就是牌子很經典的髮膜 很多人都有推介 以及用過 我自己 之前用了一個星期左右 就算你是一個很無躁的髮質 都會變成一個 很有光澤感的亮麗受法 為什麼它叫做3-Minute呢? 原因是因為它3分鐘 就可以修復你3個月的損傷 很適合我這些 嚴重受到劏染 而是真的受傷的毛燥髮質 它是加入了高濃度的維他命B5成分 所以就可以深入你的髮心 我會每一天當它是護髮素 這樣用 其實你一洗 它是很容易洗走的 不會將著你的頭髮 洗完你就會覺得很滑 很順 而且用久了 頭髮更加有光澤感 你會看到好像有光環 所以我覺得這支很划算 大大支 又便宜 CP值很高 連學生都可以負擔得到 然後就到這個 平天的爆水珠珠 膠囊髮膜 之前我和Heyman's vacation的時候 他也有介紹我用 我用完真的馬上按上了 我現在一個星期 就會用它兩三次左右 這個髮膜是有很高濃度的 玻尿酸保濕精華 還有一顆 是有超過9000萬加粒的 爆水珠珠保濕因子 所以你一用完 你就會覺得 頭髮是保濕了很多 但它的質地又很輕 不黏 其實你用一次 就會見效 效果是好像去完salon 做treatment那種感覺 所以就很適合 可能你有什麼特別的日子 或者我有時shooting之前 我就會用它 我昨晚都用完了 現在摸上去是滑的 是滑手那種 而且那種毛燥的感覺 是真的沒有了 它的效果又不會只是last一天 是真的可以繼續last下去 它聞下去 都還有一種淡淡的香味 下一個就是這個 摩洛波的髮尾油 因為我已經用完大支的版本 就只有細小的sample size 我用的是用light的 其實我覺得髮尾油這件事 你用它就不會覺得很特別 但是當你一不用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有用和沒有用的分別了 就是要持之以行 慢慢習慣地用它 你的髮質就會有改善 通常我會洗完頭 頭髮還是半濕的情況下 用它就可以減少到髮尾的毛燥 還有開叉的問題 都可以改善到 而且我覺得吹頭之前用它 都可以沒那麼灌 減少風筒 會有我們頭髮帶來的傷害 然後就想跟大家推介一把梳 就是這個Tango Teaser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從小到大 我的頭髮都是巨卡 特別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真的卡到瘋了 我用普通的梳是梳不走的 我懷疑我晚上睡覺 好像打關斗一樣 但用它是任何卡 而且就算我的頭髮很爛 它也可以幫我梳得很順 而且有時起床的時候 會暖七八糟 頭髮向外飛向內飛 你想梳整齊 可能有少少內彎的話 你就向內梳 它就會整齊了很多 你就這樣用它梳一下 就可以出門頭了 最後一件想分享的東西 就是爽身粉 我今天就沒有帶來 但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爽身粉是什麼樣子 爽身粉 我很少用在身上 但我覺得用在頭髮很棒 有時我可能懶得 沒有洗頭 第二天起床 就會很扁塌頭 而且你會覺得很油 很黏 可以出門外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可以把爽身粉 在髮根的位置 搓完之後 你就會感覺到頭髮也會吸走 而且整個頭髮會蓬鬆很多 當然如果太油 就搞不定 但如果你有時沒有洗頭 但突然要出門外 我覺得爽身粉 就是一個很好用的產品 就可以幫你快速回復一個香香乾爽的頭髮 但同時又不怕被人看得出來 前一天沒有洗頭 以上這些就是我今次想和大家分享的 身體和頭髮護理產品 其實我以前都很少理自己的頭髮和身體 通常都注重在臉上 但我發現身體和頭髮不保養 真的差很遠 而且要成為一個精緻女孩 當然要全身都要漂亮的 所以希望以上這些產品可以幫到大家 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 還有follow我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